宜蘭的便宜館因散服務 蔣吳家修辦告白室遭金座 結果這金螺若像是不會蓋這個溫度太高 所複雜 就到六月來去貪到一個13歲15年 跟一個64歲付金人 這宜蘭品座管理所說的負責貝殊 金螺頭前大減停使用的功課 這是宜蘭遺散服務 這個金螺是給家修 少爪錢給王生寨的 離岐的老四點過 像是溫度相關都沒了 指定的阿門託拔貝在頂頭落來 兩個人受傷傷病 這要辛苦 為什麼要去扑起來 沒有 因為燙的時候 還要直接生下來 64歲的金螺若 肚子的腳踏腐 讓六位阿門託說到傷 傷害很害怕 另外那個人尊爺在現場參加 做個別式的13歲女兒 剛才被說到傷 頭粉跑進去百祥裡面 那時候掉下來的時候 是什麼感覺 會有進去 所以它有跟傷到眼睛 原廠檢查金螺發現有加小 這邊放高雄電火塔進去燙 民眾因為燒了大量的零花座 那零花座這個數量 大概比平常 大概多了十五倍的量之多 那造成我們的火 我們的金爐 它承受不住那個高溫 那造成的那個儒聚最上方的一個 一個屋頂的部分 被爆裂 管理好凡的 宜蘭兵總管理所表示 會輔助醫療保障的結論 當時要全面檢查 空庫裡面其他的金螺 修理也要提升 動管我們的程度 記者綜合報讀 記者綜合報讀